期許 賴總統能夠跨越意識形態 馬總統今天臨時宣布說不去 因為他就是說賴清德那一天的 這個新疆國論是麻煩激動者 當然對於賴總統 所在於同志的 是一個期許 能夠傾聽民眾的心聲 把自己的發言 推給其他的意義 這不是一個國家領導人 應該有的格局 以及風範 因為今天是賴總統第一次 在上任之後的國慶文告 那已經傳出說他的主題會是跨 那你自己怎麼看這件事情 或是你有沒有覺得他需要 特別跨越什麼事情 我們期許賴總統能夠跨越意識形態 能夠帶領著大家 熱愛中華民國 我想這是我們共同的期許 市長怎麼看說 馬總統今天臨時宣布說不去 總統普國慶典禮 因為他就說賴清德那一天的 這個新疆國論是麻煩 是導致的嗎 我剛剛講過 我們當然對於賴總統 所算的團隊有很深的期許 希望 跨過意識形態 能夠 以 民為本 能夠 傾聽民眾的心聲 我想不管在各項 議題 政策的規劃跟推動上面 我們都希望 能夠 符合民眾的期待 總統你怎麼看 在賴總統提出組 博論之後 今天他對於兩岸的論述 民眾黨這邊有什麼期待嗎 因為其實前總統馬已經認為 違憲的新兩國論 所以他是不願出擊 那民眾黨這邊的態度 我今天早上看新聞 看到賴清德總統說 他所提出來的論述 主要是因為看到了有一些藝人 像吳康倫 他們的表態 所以才做出這樣子的回應 賴清德總統 您作為國家的領導人 要有領導人的高度 把自己的發言 推給其他的藝人 甚至讓其他的藝人 必須要再被成為問題的焦點 我覺得這不是一個國家領導人 應該有的格局以及風範 一個國家的領導人 做為總統 他到底要怎麼樣團結 在這個島嶼上的每一個人民 而不是繼續的創造對立衝突 在自己的國家內部找敵人 我覺得這個是賴清德總統 我們期待 他在今天國慶慶典 發表文告的時候 能夠展現出來的高度